明朝家境时期 长青县万德镇 有一个稳婆年轻时候 叫阿珠 后来年纪大了 那些年轻姑娘觉得叫阿珠多少 有些不礼貌 于是便改叫珠大姑 珠大姑这辈子没有孩子 接生的手艺非常厉害 十里八乡哪家媳妇生孩子 都会恭敬地请她去接生 乡亲们都知道珠大姑心善 在她手里接生的产妇能少受些苦 孩子也能够平安无事 而且她经常免费帮穷人家接生 村民都对她感恩戴德 不过有一点大家很好奇 珠大姑四十多岁了 至今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 子嗣更无从谈起 有人肯定会怀疑珠大姑要么是人老珠黄 要么就是歪鼻斜眼 不过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 珠大姑年轻时候是镇上有名的大美人 上门提亲的年轻才俊多地挤双手都数不过来 这一天傍晚 朱大姑收拾完外面院子里的干菜 正要往屋里走的时候 身后有人喊道 大姑 您跟我走一趟吧 我家小姐小姐要生了 朱大姑回头像说话的男子看过去 顿时眉头一皱 感觉对方有点陌生 于是问道 是哪家媳妇要接生 路远的话的马上就动身了 男子说道 我叫刘三 是高府的管家 这里得跟您说个事 还请朱大姑帮忙保密 朱大姑听了这话 脸色有些不高兴 扭头向屋里走去 回了一句 既然信不过我 休要来找我 刘三听完这话急了 赶紧说 大姑别怪 是我这嘴说话没个把门的 这是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知道就好 你容我换个鞋 然后跟你一起过去 朱大姑说笑了 其实他刚刚也只是故意这样一说 生孩子是大事 救急如救火 他心地善良 又怎么会置之不理呢 两人在路上边走边聊 朱大姑也弄明白了对方之前说话 为什么吞吞吐吐吐的 原来这位高小姐到了婚配的年纪 高老爷煞费苦心地找了一些门当户对的人家供他挑选 可是高小姐左挑右选始终没有中意的 有一日 高小姐感到身体不适 急忙请来郎中为自己诊断 郎中把过麦后说道 恭喜小姐 你这是喜脉 高小姐一听这话 吓得赶紧让郎中小点声 他眼泪汪汪地哭求道 李郎中 小女求你一件事 还望您能答应 李郎中似乎已经猜到了对方要说什么 叹了一口气说道 小姐 如今这度中胎儿已有四个月 恐怕是瞒不住了 高小姐愁眉苦脸 再次恳求道 李郎中 只要你跟爹爹不提及这件事 小女子深计厚恩 李郎中点了点头答应了 于是给高小姐开了几副药方 就匆匆离开了周家 没过多久 高小姐听到院里有动静 她爬起床走到门边往外一看 只见高老爷正在鞭打府中的下人 高小姐看到被鞭打之人后 赶紧冲过去拦住父亲 爹 他犯了什么错 你为什么要打他 高老爷推开女儿怒吼道 你们都有了野种 还想瞒着我 今天我就打死他 高老爷查出女儿和府里下人有私情后 这才明白对方为什么总是拒绝他安排的亲事 可这是弱势传出去 岂不是让天下人都看了笑话 高家是身份尊贵 地位显赫的大户人家 网上几代还出过近视 一个下人又怎么配得上高家的千金小姐呢 朱大姑听了这些事情后 心里便有了一杆秤 看来这位高老爷不同意这门亲事 可眼下女儿还没出嫁就要生子 的确不能对外伸张 朱大姑跟着对方走了一大段路 却是越走越偏僻 马上都要往大山里去了 而且他记得没错的话 在眼前走二里路 就到了石花岗 那里都是死人的墓地 又被叫做死人谷 哎哟 这还有多少路 我走不动了 朱大姑有的双腿发软 脚底酸麻 于是便停下来歇了回 歇了不到半炷香的功夫 刘三就开始催促道 大姑 要不我背您一段路吧 再耽误一会 就怕晚了 朱大姑也明白迟一分 产妇就多一分危险 可是这样急促赶路 即便他到了 也没力气接生了 所以他这是边走边缓息 到了地方才不耽误事 朱大姑刚起身 眼睛猛然一睁 他看见对面的大枫树下 竟有一条蛇在不停地扭动身体 于是赶紧走近一看 呀 这是一条母蛇 好像有些难产 朱大姑见状 急忙过去帮忙 刘三一把拉住朱大姑说道 大姑呀 一条蛇死了就死了 你管他做什么 我家小姐正等着您呢 朱大姑听了这话脸色一沉 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你这叫什么话 他们虽与我们人类不同 可也是生灵 我既然见到了 又岂能见死不救 刘三有些着急 急忙说道 大姑 他们是动物 生来就命见 不值得我们如此大费周章的 朱大姑回头说道 要不了多久 如果你实在等不及 换个稳婆便是 在我眼里 蛇也好 人也好 都是活生生的一条命 更何况这还是一条母蛇 肚里的孩子还没出事呢 刘三没有办法 只好站在一旁等着 出门前高小姐交代了 一定得恭恭敬敬地把对方请过去 总不能半途而废 只见朱大姑蹲下身子将母蛇的身体放平 然后双手轻柔地抚摸着蛇身 时而用指节敲几下 好了 剩下的都要靠你自己了 朱大姑忙活了半天 突然起身说道 刘三一傅目瞪口呆的样子 他没想到 朱大姑连给蛇接生都可以 眼中流露出一丝敬重和复杂的神色 怎么 没见过给母蛇接生吗 这有什么 我接生的动物多着呢 朱大姑有些得意道 说道接生 每次看着那些新生命降临人世间 他都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火 没过一会 那条母蛇便生下一条小蛇出来 然后绕着母蛇爬了几圈 又来到朱大姑的脚下 朱大姑将小蛇捧在手心 又见旁边的刘三一脸疑惑 便解释道 蛇有直接生蛋的 也有直接生小蛇的 直接生蛋的叫卵声 像这样生小蛇的叫卵胎生 刘三听完点了点头 心里对朱大姑的见识非常敬佩 大姑 我们可以走了吗 刘三急忙问道 好 可以走了 朱大姑将小蛇放回母蛇身边 然后拍了拍手准备离去 这时 那母蛇却爬到刘三面前拦住了去路 直接张口向对方咬去 刘三有些惊慌 好在手脚利索 及时躲了过去 朱大姑走过去 安抚了一下母蛇的情绪 然后笑话一旁的刘三道 蛇是通灵的 他们能分辨好人和坏人 不过他刚生完孩子 有些情绪也是正常 不要和他计较 我们快走吧 那母蛇直起身体 目送着朱大姑离开 然后带着小蛇钻进了丛林 路上耽误一会 他们到高府时 天色已经黑了 朱大姑看着高家大宅 有些纳闷地问道 怎么这么喜庆的日子 门口灯笼都不点呢 刘三愣了一下 随即解释道 可能是家里太忙了 小姐在后厢房 我们赶紧过去吧 朱大姑也没有多想 跟着对方走进高宅 看着走来走去的家丁 和丫鬟都低着头 他总感觉这户人家 哪里有些不对劲 等进了高小姐的闺房 朱大姑看到床上 躺着一个女子 满头大汗地痛哼着 他急忙走过去查看了一下 快去烧热水 估计也是难产 这下高小姐有罪瘦了 朱大姑冲旁边 几个侍候的丫鬟吩咐道 过了一会 几个丫鬟端来几盆热水 可是朱大姑的手放进去 却发现一阵刺骨的寒意 袭遍全身 让你们烧热水呢 怎么端来的都是凉水 朱大姑有些气急败坏地 呵斥了一句 奴婢从厨房端来的 都是热水呢 丫鬟解释道 小青 瞎说什么 滚出去 小兰 重新换一盆热水过来 这时 刘三在一旁喝赤道 咦 朱大姑眼珠子一转 觉得这件事有蹊跷 怎么他进到高宅以后 没有看见高老爷的身影 反而这刘三 一个管家 对家里上下指手画脚的 且高小姐身边的这些丫鬟被骂了却不敢吭声呢 你也出去吧 这里交给我就好了 朱大姑对刘三说道 刘三 你别走 咱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这时 床上的高小姐突然喊了一声 朱大姑听到这句话脸色一变 赶紧向后退了几步 紧接着从袖带里掏出一把糯米 扔了出去 只见眼前的高宅突然消失不见了 朱大姑发现自己身处在荒郊野地上 而脚下踩的竟是一块坟地 果然如此 朱大姑也是见多识广 她通过刚刚那几句话便已经猜到 那高小姐和刘三都已去世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骗过来呢 朱大姑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识破了 本想等你接生完 那时候你势必会元气大伤 可惜啊 不过也没关系 该算这笔账了 刘三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对面 高小姐 别躲着了 让我朱大姑见识一下你们的厉害 朱大姑眼里并无巨色 她看着对面的刘三和 高小姐冷笑道 看来你要有准备 刘三见朱大姑从怀中掏出一个统领 顿时有些吃惊道 哼 我做了一辈子接生婆 什么吃妹王俩没见过 岂不知你们两个小鬼的这些微末伎俩 朱大姑呵斥了一声 原来再来的路上 朱大姑便已经瞧出一些端倪了 她发现刘三赶了十几里的路程 居然连气都没喘一下 随后她又发现 刘三的块头比她大很多 可是走过的路 却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朱大姑本想在半道上找机会离开 可是休息时 刘三一直在旁边盯着 她没有机会逃脱 到了高宅以后 朱大姑已经识破眼前都是幻觉 不过对方既然还没有恶意 她便不动声色 看看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当高小姐一句话暴露了自己和刘三的关系时 朱大姑便猜透了他们阴毒的计谋 原来这一对鬼妹想借助她的生灵之气 复活高小姐腹中的态 如果她真的中了计 恐怕现在已经命丧黄犬了 记忆识破 长命来吧 刘三和高小姐左右加攻 将朱大姑的退路直接封死了 砰 当两人攻击上来 朱大姑却放下了手中的铜铃 任由他们的攻击 打在自己的身上 你为什么不还手 高小姐一愣 急忙看着对面的朱大姑问道 这是相公欠你们的 今日我这条命还给你们 朱大姑突然泪流满面倒 原来朱大姑的丈夫 就是曾经给高小姐把脉的李郎中 而那个与高小姐有私情的下人 就是刘三 当高老爷抓住刘三以后 便吩咐下人将对方一顿痛打 没想到失手给刘三打死了 而这件事 高小姐一直以为是李郎中泄的命 于是便想尽一切办法报复 李郎中告诉对方 自己没有泄命 可是对方哪里听得进去 后来高小姐快要难产时 又将李郎中请了去 他哭求道 李郎中不要管我 一定要保住孩子 高老爷却说道 别听他的 不能让野种生下来 宝大人就行了 因为高小姐之前动了胎气 所以这次难产非常棘手 李郎中出于医者的角度 最后还是选择了宝大人 高小姐得知自己流产后 悲痛欲绝 他冲李郎中愤恨地吼道 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没过几日 李郎中便听到了高小姐 在家中自尽的消息 为这件事 他一直非常愧疚 经常问妻子 如果我当初救的是孩子 是不是就不会如今天这般 是我害了两条性命啊 朱大姑安慰着丈夫 她觉得丈夫并没有做错 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只能保住一个 丈夫作为郎中 自然是要保住高小姐性命的 而高小姐作为一个母亲 她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保住孩子 也确实没有什么错 可是这个选择实在太难了 李郎中因为这件事替度出家 从此顿入空门 她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 有愧高小姐母子 希望通过每日念经来 为自己忏悔 自从李郎中做了和尚 朱大姑便一直等着丈夫回来 为了减轻丈夫的痛苦 朱大姑开始学习接生 每次接生 她都会尽自己所能让母子平安 让高小姐的悲剧不再发生 可是高小姐和刘三 并没有放下这段仇恨 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 只是李郎中待在寺庙 他们没有靠近的机会 于是他们的怨恨慢慢 转移到了朱大姑的身上 可朱大姑接生了无数生命 早已是功德无量 后来 刘三得知 可以让高小姐腹中胎儿 吸取朱大姑的生灵之气 起死回生 于是二人便谋划了一番 想要将朱大姑 骗入他们的牧种之中 再遇加害 刘三 放她走吧 高小姐突然停下来说道 你疯了 她的生灵之气 可以让我们起死回生呢 刘三不甘心地说道 手中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 我们 原来你一直想复活的 是你自己 根本不是我们的孩子 高小姐怒视着对方说道 随即挡在了朱大姑的面前 孩子没有了 我们可以再生 这种机会 自然是要复活我们 别傻了 刘三冷笑一声 一掌将高小姐击飞 继续向朱大姑袭去 原来这一切都是刘三谋划好的 她假借复活孩子的名义和高小姐联手 而实际的目的则是为了让自己还养 这一刻 高小姐终于明白了 原来刘三对自己一直都是虚情假意 以前看中的只是高家的财产 朱大姑 对不起 如果有机会 记得帮我和李郎中说一声 我已经原谅她了 她当初并没做错 高小姐喊了一声 然后扑过来死死抱住刘三 哼 就凭你也想阻止我 刘三一冷地笑道 随即抓住高小姐 一招将对方击飞出去 结结结 刘三贪婪的目光看向朱大姑 只要吸了你的生灵之气 到时候我就可以还阳 我等着一天 已经等好久了 朱大姑知道对面的刘三不好对付 她手握铜铃 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在她刚准备出手时 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只见对面的刘三突然躺在地上 哀嚎起来 可恶 你敢坏我的好事 刘三被突然出现的 一条青蛇咬了一口 痛得一直呲牙咧嘴 青蛇咬了刘三一口后 迅速抽身躲开对方的攻击 只见她的身体逐渐变大 变成一条巨蟒厚口吐人言道 刘三 休要伤我恩人 朱大姑看到这一幕 微微有些吃惊 因为她已经认出了对面的青蛇 正是她接生的那条母蛇 没想到青蛇早已看出了刘三心怀不轨 她为了保护朱大姑一路跟了过来 在牧种幻境中 她见丫鬟端来的热水里面有毒 于是暗中将那盆热水换成了冷水 想借此提醒朱大姑小心 朱大姑知道青蛇刚生完孩子 身体正是虚弱 可能不是刘三的对手 于是举起手中铜铃 和青蛇一起对上了刘三 交手了几十回合 刘三渐渐不低 她目光一扫 退到高小姐身边时 竟一把抓住对方威胁道 好啊 你们和高老爷有什么区别 竟合起来欺负我 你们再动一下 我就让他行神俱灭 朱大姑 你们不要管我 放了他还会害了更多人的 小青 小红都是被他害死的 高小姐哭求道 朱大姑和青蛇都停了下来 他们看着刘三怒斥道 刘三 你还是不是人 他可是你的妻子 刘三听完 怨恨地说道 哼 如果不是他 我能有今天吗 这都是他的报应 刘三 我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高小姐听着刘三嘴里 说来的这些话 心在一瞬间凉透了 他没想到自己一片痴心 为了对方和父亲闹拜 最后连命都舍弃了 而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 刘三不甘地怒吼道 你一出生就是千金大小姐 从小衣食无忧 可你知道我们这些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我们这些人就因为投的命不好 难道就该被你们看不起 被人耻笑吗 不 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 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的 高小姐说道 别一副假惺惺的样子 你和高老爷一样 从来没有将我看在眼里 刘三愤恨地说道 阿弥陀佛 若言处处受生 故名众生者 此句业力五道流转也 宇宙万物同一元 众生平等共一心 人也罢 草也罢 一念物 众生就是佛 一念你 佛即是众生 众生与佛一体无别 平等平等 这时候 一个和尚和一个老者 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刚刚那些话 便出自和尚的口中 相公 你终于啃出来了 朱大姑看到来人后 一脸惊喜地喊道 阿弥陀佛 施主所为 功德无量 贫僧惭愧 眼前的和尚正是李郎中 如今他已经放下过去 真正做到了 以慈悲己天下的境界了 爹 高小姐看到和尚旁边的老者后 哭着喊了一声 孩子 爹对不起你 高老爷看着女儿 有些愧疚地说道 哼 既然你们都来了 那今天就彻底做个了断吧 谁也别想好 刘三嘶吼道 刘三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意把女儿嫁给你吗 其实我给过你机会的 只是你让我太失望了 高老爷看着对面的刘三说道 刘三听到这句话 突然想起之前 高老爷把账本交给他清算的事情 而当时他为了贪图那些银子 便做了假账蒙骗对方 不 不可能 你怎么会同意把女儿嫁给我 更不会把高家都交给我 你骗我 一定是你骗我的 刘三回想起这一幕 心中既不甘又懊悔道 不是我骗了你 是你自己骗了自己啊 高老爷难过道 原来高老爷当初之所以不同意 把女儿嫁给刘三 是因为看清了对方的人品 而不是对方穷人的身份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既然我们活着不能在一起 就让我们死后永远不分开吧 刘三心中一狠 打算与高小姐一起灰飞烟灭 归一佛 不堕地狱 归一法 不堕恶鬼 归一僧 不堕旁生 那摩阿弥陀佛 李郎中双手合十 头顶金光闪闪 只见刘三的身体突然 被一层佛光笼罩住飘到空中 身体不能动弹 放下 便是重生 舍弃 便是拥有 李郎中念了几句佛语后 刘三的身体便化作一缕光消失不见了 相公 高小姐看到这一幕 心中还是有些不舍道 李郎中 对不起 是我害的你们夫妻不能相聚 高小姐看着对面的李郎中和朱大姑 满是愧疚道 李郎中摇了摇头 转过头 看着妻子笑道 我们一直在一起 从未分开过 不是吗 朱大姑听到这一句话 也笑了 她哭着点头道 对 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高小姐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生死离别 可心只要在一起 便永远不会分开 最后高小姐和父亲道别后 便去投胎转世了 人无执念 心中有爱 一生才不会留下遗憾 李郎中和朱大姑因为既是旧人 在人间功德无量 最后都修得正果 至于青蛇 也因为知恩图报 一直跟在朱大姑身边 后来也成功修成人形 人们为了纪念李郎中和朱大姑 想要把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 世代传承下去 特意给他们修建了一座寺庙 如今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总是会想起那些先辈们无私的奉献 如果不是他们努力的创造 又何来今日幸福安康的生活呢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感恩 让这种精神永不止息 故事后 峨眉山脚下 相隔不远有一个桃花村 桃花村里桃树多 一道桃花芬芳的季节 处处香气四溢 置身其中 宛如人间仙境 相传桃花村 曾有得到高僧 在此隐居 三十年前化作一朵祥云升天 成了神仙 也因为有这个美丽的故事 大家又把桃花村称作神仙村 但是 这里淳朴的村民 多数还是称自己为桃花村人 因为接地气 桃花村旁有一条清澈的小河 小河里有游来游去的鱼儿 人们在浓闲的时光 除了下河摸鱼 就是去峨眉山砍柴 人们将鱼儿和柴挑到集市上去卖 换些油盐酱醋 针头现脑这类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不富足 但一定会感觉到这里的环境安明 祥和 村里有一个后生 叫南宫伯 父母福伯命前 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 双双进山砍柴 便从此失踪没了消息 有人说南宫伯的父母被老虎吃了 也有人说被巨蛇吞了 还有的说神仙看他俩老实善良 招他们去天上修行去了 谁都知道 山里猛兽多 被老虎和巨蛇伤害的可能性极大 南宫伯接受了第三种说法 其实只是来安慰自己 从此以后 提起老虎和巨蛇 就痛恨得咬牙切齿 南宫伯的父母老实善良 他也遗传了下来 且是个热心的直肠子 还老实地转不过半点弯 甚至有点憨 说他憨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 他看到了初婚的新娘子 在小河里洗澡 他看到了他月光下似血的肌肤 他开始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躁热 然后就是无限的自责 他感到了自己不可原谅的下流 新娘子叫苏婉 清心可人 他结婚不久 新郎便出门跑起了生意 有晚 他在确认无人后 便下河去洗澡 而他却被刚刚失去双亲下河摸鱼的南宫伯 看了个彻头彻尾 当苏婉双手抱胸 手足无措的时候 南宫伯叫了声 嫂子 便发疯似地落荒而逃 从此 南宫伯不敢多看苏婉一眼 听到苏婉的声音 他就会转身离去 深深的罪恶感 在南宫伯的心里挥之不去 他觉得没脸与苏婉面对面 其实 苏婉早就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南宫伯没有错 错的是自己 有时候 他觉得南宫伯老实得实在可爱 还偷偷地笑出声来 这件尴尬的事 他没有向丈夫提起 从此以后 他也不敢一个人下河去洗澡了 在苏婉女儿十一岁的时候 苏婉的丈夫 有次收账回家 被野兽吃掉了 确定被野兽吃掉 是因为草地上除了血 还留有苏婉给丈夫绣的荷包 可怜的苏婉 从此顶起了半癫天 更不幸的是 公公婆婆受不住 失去独子的打击 先后抑郁而亡 这时 苏婉已经三十一岁 而南宫伯也到了三十岁 早就超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然而 没人看得起孤苦无依的南宫伯 稍微势力的女子 宁肯做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小姨太 也不愿意嫁给他 在他们心里 南宫伯就是一个穷光蛋 而且还是一个不讨女人喜欢的鱼木头 苏婉自首寡后 他门外的木盆里 经常会有活蹦乱跳的鱼儿 他知道是南宫伯放的 苏婉更知道 愿墙边时不时地多出来一捆柴 那也是南宫伯放的 苏婉听到乡亲们说 南宫伯老爱在他家周围晃悠 让苏婉赶紧找人嫁了 更要提防 别让南宫伯占了便宜 只有苏婉知道 南宫伯是在暗暗保护自己 如果南宫伯是个品德低劣的人 那晚苏婉在河里洗澡 南宫伯就不会放过自己了 苏婉很是纠结 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 以前南宫伯不敢与自己打照面 现在更不敢了 自己有心与南宫伯交谈 又怕人言可畏 说自己与光棍不清不楚 苏婉的丈夫去世后不久 就有人劝他改嫁 苏婉委婉拒绝 说一是给丈夫守孝 二是他要守住夫家的祖坟 不能让夫家绝后 其实苏婉心里有一个人 那就是南宫伯 只是他有心 还不知道别人的意思 自己毕竟是个寡妇 而且还有个女儿 苏婉将这份心思埋藏在心里 为了生活多点收入 他做起了接生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技术越来越好 名声也越来越好 有的路程远 甚至提前四五天 就把他接到家里去 南宫伯依旧过着摸鱼打柴的生活 他梦里经常会出现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正是苏婉 每次醒来 他都觉得汗颜 这天 南宫伯去山上砍柴 口渴了手捧山泉水喝 突然间天空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眼看就要下大雨 正准备找个地方躲起来 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不远处 一条巨大的乌蛇 缠着一位俊俏的公子爷 张着大嘴望着天空 很是恐怖 公子爷嘴里不停地喊着 救救我 快救救我 这突如其来的场景 开始的确 吓了南宫伯依大跳 但他突然想起 自己父母 有可能被长冲吃掉 便气不打一处来 他举起斧子 就向乌蛇冲过去 他绝不能眼睁睁地 看到这位公子命丧蛇口 就在南宫伯斧子 要砍向乌蛇的时候 说来奇怪 天上乌云马上散去 翘公子已经不见 就连缠人的乌蛇 也已然不见了踪影 一切恢复了平静 所谓憨人有憨胆 幸好南宫伯想象力不丰富 不然 想想这样的场景 不被吓死 至少也吓得走不动路了 可他就像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下午 南宫伯单着柴回家 遇到村里的泼皮 高麻子和他的跟班筹大强 高麻子皇宫里有人 平时那些当官的他 都没有放在眼里 听说县太爷都求他帮过忙 高麻子的表弟的七兄的 老表的老表在宫里当差 伺候着全是遮天的朱公公 高麻子头脑灵活 仗着有些关系 善于经营 有些资产 目前已有两房妻妾 可是 这还不能满足于他 他还老去骚扰苏婉 愁大强 与其说是高麻子跟班 还不如说是 他养的一条狗 指谁咬谁 南宫伯不怕他们 但也犯不着去招惹 平时见到这两位都绕着走 可是今天 却怎么都躲不过去了 只见高麻子向 求大强使了一个眼色 求大强趁南宫伯走得急 腿一伸 南宫伯一个猎解滚倒在地 爬起来的南宫伯 睦睦远睁 拳头捏得紧紧的 敢怒却不敢言 高麻子音笑着说道 是我让他办你的 不服气就来打我呀 我们两个加起来都打不过你 但你如果打了我 我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听了这话的南宫伯 捏得紧紧的拳头 慢慢放松了下来 是的 如果把他们打了 哪里有钱陪他们 观察细微的高麻子 见南宫伯恨自己 又奈何不得自己的表情 像获得了极大的快感 笑得前辅后仰 而愁大强 也露出满口的黄板牙 这一幕 恰巧被割猪草回家的苏婉看到 见他们欺负老实人 他也是无可奈何 在高麻子这个泼皮的面前 被他纠缠得自身难保 但苏婉见南宫伯 受辱 心里很不舒服 他勇敢地说道 高老爷 你是聪明人 欺负一个老实人 算什么本事 高麻子一听苏婉开口 顿时来了精神 哈哈一笑 扯动了满脸的麻子 小娘子 没了雨水的滋润 却愈发的俊巧 真让人浮想不已啊 老爷我还有其他本事 要不要试试 南宫伯没听懂高麻子话里的意思 只见苏婉红着脸骂了一句 下流 便飞速离开 高麻子哪里会放过 与家人说话的机会 趁机向苏婉走去 快接近苏婉时 苏婉患了声 大黄 一条健壮的大黄狗 便向高麻子狂吠不止 高麻子看到大黄狗 凶恶的样子 不敢轻举妄动 怕狗 是这个坏蛋唯一的缺点 如果不是这条大黄狗 高麻子说不准 一天到晚会去骚扰苏婉多少回 看着狼狈逃跑的高麻子 和球大强 苏婉朝着南宫伯 不由的羞涩的笑出声来 南宫伯猛的一抬头 看到了美艳的苏婉 他的笑容如此的迷人 把他的心都快融化了 南宫伯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红着脸挑起担子就走 他走得飞快 可方向是苏婉家 他把柴放到了苏婉家的院墙后 立马消失 厚到一步的苏婉 眼尖的看到又多出来的柴 心里暗暗的唤了一声冤家 一股甜蜜之感 涌上心头 现在他对南宫伯 不但有爱情 心里隐隐还生起一种暖暖的亲情 可是这个木头人 没有勇气开口 毕竟自己是个女人 总不好意思主动去世好吧 苏婉有的是耐心 他在等待南宫伯勇敢走向自己的那一天 第三天 苏婉被慕名而来的乡民接走 临走时把女儿托付给邻居张婆婆 张婆婆是一个孤寡老人 平时苏婉对她多有照顾 但每次出门 把女儿交给张婆婆 苏婉也是一百二十个放心 可就在苏婉走后的当晚 小姑娘高烧不退 嘴里胡言乱语 吓得张婆婆六神无主 平时苏婉带自己如亲生 假如小孩有个啥不适 就是丢掉自己这条老命 也于事无补 大晚上的 该怎么办呢 情急之下的张婆婆 猛然想起了身强体壮的南宫伯 于是她急匆匆地敲响了南宫伯家简陋的墓门 然而四天后 苏婉也差点遭受灭顶之灾 苏婉皆生的人家 孕妇顺利地生下一名男婴 全家鞭炮齐名 喜气洋洋 家主都说是苏婉带来的好运 以大礼向谢 按理 苏婉得了重礼 应当高兴才是 可她就是开心不起来 总在担心女儿 好像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 眼看太阳日落西山 几十里山路 苏婉赶回家 肯定得摸黑 苏婉谢绝了主家热情的 挽留第二天再走 立马向回家的方向急赶 女人的柔弱 是有人能为她撑起一片爱的天空下 可爱的表现 苏婉知道她没有资格柔弱 除了坚强 她别无选择 因为她不仅仅只是一个女人 一个寡妇 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所有的惧怕 在苏婉强烈的母爱面前 一文不值 脚不赶得及 几十里山路 眼看不久就要到家了 而这时 天上的星星 也出来聚会比比谁更亮了 心里一缓 不由毛骨悚然 定眼一看 这不是当年丈夫被野兽吃掉的地方吗 因为就在右面山坡上 她捡到了自己做给丈夫的香囊 突然 一条硕大的黑影向自己扑了过来 苏婉不明究理 眼睛一闭 心想我命休矣 就在苏婉可怜自己死不足惜 可女儿还小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声巨响 从地面传来 她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只硕大的猛虎 已然没了声息 苏婉再次转头 却发现了一身黑衣的俊俏男子 手里持着一根长棍 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 没等苏婉开口 黑衣男子开口先问道 娘子是稳婆吗 苏婉礼貌回道 正是谢谢官人救命之恩 说吧 给男子深深做了一个万福 你是迎接新生命的人 值得一救 希望我的夫人也能天赐吉祥 你怎么不和你的夫人在一起呢 我是个罪人 天罚我不能与妻子见面 但愿恩福轮转吧 话一说完 俊俏男子已然不见 来不及思索的苏婉 只想快点见到女儿 也不知这恩公是人是鬼还是妖 再次做了一个万福 小跑着往家赶 当怀里的女儿把男公叔叔那晚如何背着他去郎中家的情形讲给苏婉听 苏婉知道 他又欠男公伯 好大个人情 他更加坚定 如果下辈子还有幸福的话 那一定是和男公伯一起度过 同时 他也决定了 为了女儿 以后远的地方就不再去了 日子趋于平常 各自都在平等的时间里 寻找着活路 这一天 男公伯照丽在山上砍柴 可他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很凄惨的声音 似女人的叫唤声 又像是野兽的撕鸣声 顺着方向 男公伯来到了一个透着阴风的山洞 奇怪的是 男公伯来山上砍柴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么一个隐蔽的山洞 进的洞来 纵然男公伯有天大的憨胆 也是吓得妈呀一声 原来 男公伯看到一条巨大的乌蛇 身子有一段丈如水桶 巨蛇腾得在地上不停地翻滚 像是痛苦之极 男公伯本就怀疑老虎或者是蛇吃了自己的父母 对这两种野兽很是痛恨 按照他的脾气 他该上前一刀砍下舌头才对 可转念一想 紫蛇正处于痛苦之中 如果这时候砍了他 有种成人之威的感觉 这又不是他男公伯的性格 于是转头就要退出山洞 谁知 乌蛇见男公伯要走 突然开口说话 恩公别走 可还记得那日下雨之时 你要砍的那条巫蛇 我就是 原来是你 你个妖精 你要吃掉那个人 我肯定要砍你 你们吃了我的父母 我见你们就要下手 你为啥还要喊我恩公 恩公有所不知 那天我缠着的男子 是我的夫君 他正在渡劫 眼看他就要被雷劈死 他才喊我救命 幸好你及时出现 才救了我们夫妻 我不是要砍死你吗 怎么还说我救了你们呢 恩公 雷神怕伤着你 因为你是凡人 他怕伤及无辜 才及时收了天雷 所以我夫妻才得以得救 如今我夫君正在修炼 不敢与我相见 我现在难产 求恩公再救我一回 请你相信我 我是想得到修仙的妖精 从来不吃人的 你的父母 一定不是我们吃了的 恩公 救救我 我现在好难受 南公博本是良善之人 相信了巫蛇所言 可是他一个大男人 从未听说过 蛇会难产一说 他有相救之意 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 南公博灵光一闪 他想起了苏婉 对 就是苏婉 不都是女人生孩子吗 他对乌蛇说了句 再坚持一会儿 我去给你找吻婆来 没等乌蛇发话 南公博已然冲出了山洞 南公博选择了救命 所以他的奔跑速度 像离闲的剑 这次 苏婉见到脸红脖子粗的南公博 见他气喘吁吁 还没开口 南公博就结巴着说道 快 快 快救命 说吧 马上就要拉着苏婉出发 苏婉敢肯定的是 一定有人生孩子 但他千算万算 没想到马上要去给一条巨蛇接生 苏婉打了一下南公博伸过来的手 称怪的说了句 也不怕人看见 然后就去拿了他的接生包 跟着南公博就往外走 这时 南公博满脑袋都是巨蛇痛楚翻滚的样子 他忘掉了男女瘦瘦不侵的规矩 拉起苏婉就小跑了起来 这次苏婉没有拒绝 相反 他希望南公博永远抓住自己 从此不再分开 然而 他们的举动 被丑大强看得个明明白白 大哥的女人 他南公博也胆敢动手 女人的力气毕竟有限 跑了一会儿就不行了 南公博也不搭话 攻下身子 背起苏婉就往山上冲 男人背几十斤东西上山 可能会觉得很累 但如果要是背一个几十斤重 自己喜欢的女人 倒会感觉轻松自在 不过 南公博一心想要救人 没有半点心思 如果他反应过来 说不定 他反而缩手缩脚放不开 不敢被苏婉了 当苏婉看到奄奄一息的乌蛇后 平静了恐惧的心理后 就开始抚摸起巨蛇骨障的地方来 苏婉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蛇 很是慌乱 何况还要给他接生呢 聪明的苏婉 断定乌蛇肚子里的小蛇 有可能缠在一起了 他要做的 就是抚摸 让肚子里的小蛇 在妈妈的肚子里不要缠在一起 只要缠下一条下蛇 那就好办了 这时的乌蛇 在生死边缘挣扎 说不出一句人话来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做了母亲 真的是同样伟大 而此时的仇大强 已经把南公博牵手苏婉的事 告诉了高麻子 高麻子气的暴跳如蕾 弄了嫩滑的女人 怎么可以让南公博得手 于是他俩朝山上 气急败坏地走去 他要看看 南公博究竟要对苏婉 做出什么好事来 可就在此时 乌蛇成功地 生下了第一条小蛇 紧接着第二条 第三条 满头大汗的苏婉 长出了一口气 而乌蛇的肚子 也越来越平展 只是气息太弱 还不能说话 此时 乌蛇突然开口喊了一声 夫君 就听得外面风雨大作 只听得外面有男子的声音 你就是要了我的命 我妻子正在生产 我也要见他一面 男子近的洞来 在闪电的照射下 苏婉发现了这个男子 正是杀了老虎 救了自己的恩公 只听乌蛇微弱地说道 夫君快走 我们还没到见面的时间 你违反了天规 是要受到责罚的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却因为害怕受罚而逃避责任 那我修炼成人 还有什么意义 到此刻 苏婉才知道救自己的 原来也是一条蛇 而且还是这条乌蛇的丈夫 现在自己救了乌蛇 不得不说事实之奇妙 有时候 救人就是在救自己 苏婉被恩公的重情重义所感动 想想有的人都还不如这些动物 这时 电火在男子身上燃烧不停 瞬间他就现出了原形 突然 天空不再雷雨交加 马上放晴 而洞里却多出了个先锋道骨的白发白眉老头 只见老头说道 你们两个畜生 今天度过了劫难 从此后可以一家团聚了 好好修炼 维护一方平安 不然我会收了你们 苏婉做了一一 说道 老前辈 你是谁 是神仙吗 三十年前 我离开桃花村的时候 这小子才刚刚出生呢 说吧 老头指了指南公伯 哈哈大笑而去 原来桃花村出了神仙 还真不是假的 南公伯赶紧跪下 向神仙老头消失的方向磕起了头 苏婉也赶紧下跪 南公伯和苏婉站起身来 转头发现了已经变成人形的巫蛇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一波动情的表演 看得南公伯是热泪盈眶 人世界的情 莫过于患难之时的不离不弃方显难能可贵 南公伯被感动了 动物尚且可以直输胸义 为了爱人连生命都可以不顾 自己难道连动物都不如吗 嫂子 不 苏婉 我喜欢你 一说完话 南公伯一下子抓住了苏婉的手 突然地表白 弄得苏婉不知所措 虽然他幻想过很多次南公伯向他表白的场景 但一定不是这样 这个憨憨的冤家 快松手 有人在呢 苏婉青拍了拍南公伯的手背 南公伯好不容易抓住了苏婉的手 如果不是受到乌蛇的感染 他还没有胆量抓住苏婉的手呢 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握住女人的手 说啥也不松开 听到二人的对话 乌蛇夫妇倒不好意思起来 他们修炼了这么多年 已经有了人的情感 嗯人 能够有人喜欢并真心相爱 也不枉来了这个世界一遭 你还有啥害羞的呀 现在的乌蛇已经恢复了体力 说话声音甚是好听 也是 这个哑木头 今天终于开窍了 我不怕你们笑话 我一直在等他这句话 可是 我是个寡妇 又有一个孩子 你真的想好了吗 最后问的当然是南宫伯 我想好了 早就想好了 白天在想 晚上也在想 我无怨无悔 我要当个好丈夫 好父亲 南宫伯话还未说完 苏婉葱白的手指 轻轻按在了南宫伯的唇上 这时 乌蛇夫妇双双跪下 向南宫伯和苏婉磕头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他们赶紧扶起二人 苏婉做了一个万福 说道 如果不是恩公相救 我已经葬身虎口 而且 要不是因为你们 这个冤家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才会对我表白 哈哈哈哈 真的是天道有轮回 我救了你 你却救了我的妻子和孩子 而我们 也在无意中 成就了你们一桩美满的姻缘 真的是一件快事 这时 南宫伯才傻乎乎地松了手 苏婉也闹了个大红脸 一对世人 一对妖精 都对对方有恩 却又相互帮助了对方 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 这时 只见乌蛇从口里吐出一颗夜明珠 交给南宫伯手上 说多谢他两次的救命之恩 南宫伯和苏婉推辞不过 只得收下 二位恩公 我和家人要去另外的地方修炼 希望你们保守秘密 也同时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 话一说完 就不见了乌蛇一家的踪影 毕竟是动物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这一下 洞里只剩下苏婉和南宫伯了 二人彼此对望 心跳加速 就在南宫伯准备 亲相闭着眼睛的苏婉的时候 苏婉突然听到了猴子的嘶叫声 他猛睁开眼 看到一对猴子正在看着他俩 他害羞地一把推开了沉醉中的南宫伯 下山的时候 苏婉故意崴了脚 他愿意躲在南宫伯的背后偷笑 偷笑这甜蜜的幸福 终于眷顾了自己 再说高麻子与仇大强健苏婉和南宫伯上了山 一会儿却不见了踪影 又是逢下大雨 他俩从一个狭小的山洞里躲雨出来 很是狼狈 高麻子正骂骂咧咧间 裘大强突然用手一指 高麻子顺着方向 一眼便看到了南宫伯被苏婉的一幕 气得他牙痒痒 也许是南宫伯高兴得忘乎所以 一个不小心 被脚下的藤蔓伴了一跤 一下滚倒在地 在倒地的一瞬间 他保持着向下的姿势 绝不会伤得苏婉 人是没有伤着 可放在南宫伯兜里的夜明珠却滚了出来 两人同时惊呼 夜明珠 说着无意 听者有心 高麻子听到了夜明珠三个字 瞳孔都放大了 有了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以后还愁没银子花吗 高麻子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愁大强 马上便明白意思 他们静静地看着南宫伯与苏婉 只见南宫伯托起手掌心中的夜明珠 夜明珠在阳光的折射下 发出绚丽的七彩光芒 南宫伯要把夜明珠交给苏婉 苏婉说是给你的 南宫伯悄悄地说了一句 不但夜明珠是你的 我也是你的 看你老实憨厚 原来是装的 看我不打你 一个假一打 一个假一躲 这其实就是爱情的样子吧 第二天 还在做着美梦的苏婉 被一阵嘈杂声惊醒 她起床打听 只见众人看她如同见了妖怪 避之而不及 当她明白了南宫伯 已经死了 想去探个究竟的时候 一队官兵 不由分说 就把她带到了县衙 县官问她 是不是夺了南宫伯的夜明珠 谋采害命 苏婉自视大呼冤枉 县官又问 除了你知道南宫伯有夜明珠外 还有谁 苏婉说昨天回家石筹大强 看到过夜明珠 县官叫人去拿了囚大强来 却有人报告说 囚大强和南宫伯一样 也是中毒而亡 这一下 苏婉白口莫辩 县官说她毒死两人 谋财害命 马上打入死牢 就在苏婉要打入死牢的时候 知府大人突然出现 并大呼一声 且慢 也在同时 众人都睁大了恐惧的眼神 一条硕大的乌蛇 跟在了知府的后面 只见乌蛇在前 知府大人在后 后面跟着县衙的人和百姓 直接到了县官的府上 在一间精致的房间里 乌蛇尾巴一甩 打烂了一张桌子 一颗闪亮的夜明珠 滚落在地 这时 另一条乌蛇去了峨眉山 采了灵芝草 给南宫伯和仇大强服下 不久 二人复活了过来 被乌蛇带到了县衙 一切真相大白 原来 高麻子派仇大强 堵死了南宫伯 然后他又堵死了仇大强 嫁祸苏婉 然后与县官合谋 夜明珠换了银两对半分 然后高麻子假意出面 救出苏婉 那时南宫伯已死 高麻子不愁得不到苏婉 好一场恶毒的阴谋 幸好乌蛇发现了鬼鬼祟祟的高麻子和仇大强 才暗中相助恩人 也顺便救了仇大强的性命 当仇大强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狠狠踢了高麻子两脚 肠子都悔清了 说自己瞎了狗眼 跟了一个畜生 高麻子和县官 求大强 自然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结局大快人心 后来南宫伯与苏婉商量 上交了夜明珠 知府大人也赏赐给了他们良田卧地 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只是从此后 南宫家定了家规 不准打蛇 更不准吃蛇 否则 就是不孝子孙 独白味故事提百味人生 一 开始乌蛇肚结 南宫伯以为乌蛇在吃人 他奋力相救 其实他冤枉了乌蛇 所以 有时候 我们眼见的 未必就真的是真相 二 乌蛇救了苏婉 南宫伯 又拉来苏婉救了乌蛇的妻子 好事可以循环 救人就是在救自己 三 山洞里 南宫伯受到乌蛇夫妻的影响 终于向苏婉发出了心声 说明人的情感 不是不想向相爱的人表达 只是未到时机和动情处 四 高麻子与县官蛇属一窝 活该受到严惩 五 生活中 朱如仇大强者 当小心又小心 别胡乱做了别人的棋子 有时候 你是怎么没的 也许还真不知道 南宋 纯西年间 贺州中山县 位于广西东北部 朱山环拱 地势高峻 因地处南岭 武岭 山脉之都的旁岭 所以这里的下游流域 是朱江流域贵江水系的源头 在中山县南边 靠近昭平县那里有一户人家 丈夫叫马仕杰 妻子叫贵湘英 两人结婚多年 一直膝下无子 贵湘英虽然年近三十 不过姿色十分出众 因此经常被村里的泼皮无赖调戏 每次她被欺负后 总要回家跟丈夫抱怨几句 可是丈夫却一直忍气吞声 在贵湘英心里 她的丈夫太过懦弱无能 毕竟哪个男人见自己媳妇被欺负 不仅不出头 甚至还要给别人赔礼道歉呢 这一天 贵湘英在河边洗衣 村里的泼皮马三甲 拿了一块石头悄悄靠近 然后趁她不注意 扔在小河里见了她一身水 待她回头时 马三甲已经溜之大吉 边跑边喊道 小娘子 跟个耸包有啥意思 不如跟着我风光体面 以后谁敢欺负你 贵湘英气地拿起棒锤 就砸了过去 站起来掐着腰骂道 马三甲你这个无赖 整天游手好闲 哪个女子嫁给你 也是倒了八辈子眉 其实贵湘英在外人面前 还是很照顾丈夫面子的 虽然丈夫懦弱的性质 让她有些愤愤不平 但是不代表她心里不在乎丈夫 毕竟和村里这些泼皮无赖比起来 马世杰长得人高马大 干活又勤奋 家里条件不说富裕 在吃穿用度上 却是从来没有短缺过 贵湘英洗好衣服回到家里 她在门口喊了几声 没人答应 知道丈夫肯定又去后面的旁岭山上打猎了 这里的村民都习惯早上出门打猎 在太阳出来之前 这个时候是山中野物出来觅食的时间段 只要捕猎的手段好 回来必然满载而归 只是有一点很奇怪 马世杰明明捕猎的手段很强 可是每次回来提的不是野兔就是野鸡 从来没有什么大的野物 别人不知道 身为妻子的贵湘英心里却是清楚的 丈夫每次早晨上山 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打猎 而是驱赶猎物 贵湘英也很奇怪 丈夫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一次他好奇地问过对方 对方回答说 别小看这些山中野兽 没有他们 我们都得遭殃 贵湘英虽然不懂丈夫说些什么 但是他总感觉这些话是对的 再说丈夫每次也不是空手回来 那些野鸡野兔够他们吃了 每次多下来的还会送给隔壁的老王叔 贵湘英晾晾好衣服 正往屋里走的时候 看见丈夫马仕杰空着手回到家里 他刚刚受了气 瞧见这一幕 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指着丈夫的鼻子 斥责道 都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可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马仕杰不知道妻子为何这般生气 他解释说 刚刚碰见隔壁老王 他家里过几天 要来客人 野鸡都送给他了 贵湘英一脸委屈地说 我才不是跟你计较这些 刚刚 马三甲又欺负我 你什么时候 能帮我出出头 别总是装孙子 让人瞧不起 马仕杰低下头走进屋里 肩上扛着铁锤 又要去镇上的铁匠铺干活 走到小院门口的时候 他回头说道 以后看见就躲着 找我没用 贵湘英见对方一副没出息的样子 气得在地上直跺脚 这些年 每次他受了委屈 回来说给对方听了 最后都是这样 他不知道丈夫在怕什么 遇到事情总是躲着 到了晌午的时候 贵湘英做好了饭 没见丈夫回来 便到镇上去寻 走到半岛时 看见街边有一个补挂摊 那算命的道士对他招手道 指引迷途君子 提醒酒困英雄 这位女士 我见你忧心忡忡 近日定有灾祸 贫到今日还有最后一挂 我且给你算了 贵湘英停下来看了对方一眼 有些奇怪道 你是个瞎子 为何能瞧见我是个女人 道士笑道 我眼虽瞎 但心明 放心吧 我每日三挂 不灵验分文不取 还有这样的事 贵湘英见卦摊上 确实写着每日三挂 不灵分文不取的字样 他将信将疑地说道 既然如此 你且说说我近日 有何灾祸 道士随即问了贵湘英的生辰八字 掐指算了一会说道 哎呀 不得了 不得了 贵湘英 见到是脸色一变 他心里也跟着一秃秃 赶紧追问道 到底怎么了 还请大师指点迷津 那道士摇头晃脑 面露忧色说道 哎呀 挂上显示大凶照 不过幸亏 你有好丈夫 真乃英雄也 贵湘英听到这里 他指着对方 言耻笑道 呵呵呵 你说我相公真英雄 我看你这挂 是一点也不灵 看来是赚不到我的钱了 道士听了这话也不恼怒 继续摇头晃脑地说道 灵也不灵 且看今晚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 晚上不要睡床上 还是躲床底安全一些 贵湘英一听 勃然大怒 你个臭道士快闭嘴 我看你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那道士笑而不语 他知道对方误会自己了 毕竟让一个女人 晚上睡觉不睡床上 反而躲床底 那不是暗讽他 偷男人吗 他贵湘英嫁给马世杰以后 虽然一直瞧不上对方 可是那种有为富得的事情 却是怎么也做不出来的 贵湘英气得也不去铁匠 曝寻丈夫了 他掉头就往回家的方向走 没走几步 就听见道士喊道 倘若我这挂灵宴 你得回来道歉 挂钱三两银子 分文不能少 倘若我这挂不灵的话 明日你砸了我这挂贪 贵湘英听见这番话 气得一裂且 差点摔倒 他心里想到 一个江湖骗子 我才不屑与他计较 他回到家以后 左等右等 始终不见丈夫回家 最后干脆自己先吃了 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如果丈夫中午没回来吃饭 指不定是和铁匠铺的老赵去吃酒了 贵湘英一天都闷闷不乐 到了晚上吃饭时 还不见丈夫回家 他开始有些担心了 以前丈夫出远门 夜里不归宿 那都是提前跟他打过招呼的 可今天出门 马世杰连招呼都没打 而且走的时候 扛着的大锤 很明显就是去了铁匠铺 这时候天色黑下来 他若是出去寻的话 从家里到镇上 要经过乱石岗那条路 他一个女子 是万万不敢的 正犹豫间 他耳边听到门外 有马儿思名声 于是他透过门凤向外面看去 这不看不打紧 一看吓一跳 外面来了一帮 莫名其妙的黑衣人 把他家的房屋围了起来 围首的人 全身笼罩在黑衣下面 身后跟着几个 人高马大的壮汉 朝他的方向走来 贵湘英心脏扑通扑通的 跳个不停 现在大晚上的对方 这些人到底要干嘛呢 如果只是劫财那还好说 倘若要劫色呢 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在房间里扫了一眼 突然想起白天 倒是说的那番话 于是赶紧吹灭油灯 钻进了床底下 很快那帮人就来到门外 开始敲了三下 见没人应声 便一脚踹开闯了进来 围首的大汉喊道 他们睡着了 给我砍 命令一下 身后的几个壮汉 立即举起手中的大刀 向房间的床上砍去 过了好一阵子 有人发现不对劲 回头说道 大人 好像没人 嗯 拿火把来 围首大汉一声狐疑 对着身边的人吩咐道 等火把照亮后 他们才发现 房间的床上 果然空无一人 此时 贵香英躲在床底下 平住呼吸 生怕这些人发现 自己就躲在床底下 这秉析的功夫 还多亏了 有一次他掉进河里 丈夫将他就上岸后 交汇的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派上用场了 虽说呼吸平住 可耳朵还是能听见外面人说话的 只听有人说道 大人 我今天早晨亲眼看见 唐世杰扛着铁锤去了镇上的铁匠铺 那娘们中午出去寻了一趟 回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这个时候 他们都应该在房间才对 啪 男子的话音刚落 脸上就被首领重重地刷了一巴掌 随后首领怒喝道 你说的人呢 难道他们长翅膀飞了不成 大人 您说 会不会藏在床底下 男人捂着脸委屈地说道 哼 你当我傻还是 他们是蠢货 房间这么大 藏在床底能逃过我的耳朵吗 首领冷笑一声 他对自己的功夫 可是相当自信 还从来没有人可以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藏起来的 抱 大人 我们被包围了 正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黑衣人前来抱信道 那首领听了这句话 赶紧跑到门口向外一看 果然来了一帮士兵 将此处围得水泄不通 物林欲言则 你们已经被包围 逃不掉了 快快放了里面 人质出来投降 否则 我们就要攻进去 为首的一个将军扯着嗓子喊道 原来这帮黑衣人是金朝人 南宋朝的死敌 他们今晚就是接到完颜大将军的命令 前来刺杀抗金英雄马士杰的 当年完颜阿古达侵犯大宋边境 一路索向披靡 朝廷派了多位将军带兵出战都被击退 最后校尉马士杰向皇帝要了两千精兵 没想到一个月后竟然大获全胜 这一少胜多的一战自然振奋军心 可是马士杰带兵凯旋归来时 却遭朝中奸臣陷害 说他勾结金兵 欲对大宋不利 虽然这件事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可是自古皇帝生性多疑 再说马士杰经此一战 在军中的影响力史无前例 如此一来 皇帝必然会借颇下驴 收回他手中的权力 如今完颜阿古达听闻 大宋换了将领 当年挫败他的马士杰被贬为平民 这让他看到再次进军大宋的机会 果不其然 完颜阿古达的带领大军一路深入 如果广西东北再守不住 可能就要打到京城了 这个时候 大宋皇帝终于害怕了 他派人暗中联系马士杰 希望他再次带兵出征迎战 完颜阿古达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担心再次与唐士杰在战场相遇 于是趁对方没有官复原职之前 派了金朝第一杀手 物林玉严泽前来刺杀 只是完颜阿古达没有预料的事 其实这些年 马士杰虽然被罢官 可是他一直都在关注金朝的动向 任何风吹草动也难逃他的意料和掌控 隔壁老王的真实身份是一位赤后 当年他跟着马士杰出生入死 自从在战场上受伤后 就随马士杰一起退出军营 不过这些年 他也没闲着 靠着一些伪装在金朝刺探到不少消息 而这些消息都是回来告诉马士杰的 他刚说什么 物林玉严泽听见外面的喊声 向身边的人问道 大人 他们好像在说是房间里的人质被我们抓住了 让我们放了束手就擒 手下有人应道 束手就擒 哈哈哈哈 物林玉严泽听了哈哈大笑 还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这种话的 他正笑着 突然间意识到什么 又问了一句 他刚刚说的什么 手下想着回道 大人 让我们束手就擒呢 不对 不是这句 上一句 物林玉严泽皱着眉头继续问道 他说我们抓住了人质 手下回道 嗯 物林玉严泽眉毛一条 转身向身后的床底看去 难道真的有人藏在下面 想到这里 他对着手下命令道 把床给我掀了 手下听到命令后 走过来四个壮汉将整个木床直接抬了起来 只见一个女子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见自己暴露后 抬起头苦笑道 你们聊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大人 我就说有人藏在床底下 你看 啪 那手下话没说完 脸上又挨了一巴掌 物林玉严泽脸色铁青的吼了一声 你的话太多了 被打的那人一脸委屈 他明明没有错嘛 人被盯得很紧 根本没逃走 怎么自己却总是挨打呢 给我抓起来 物林玉严则果断的命令 然后走到门口朝外面喊道 人质在我手上 你们退到三里开外 另外让马仕杰一个人走过来 外面的将军听了这番话 看着身边的马仕杰问道 老大 你看现在怎么办 马仕杰脸色阴沉 他本以为完颜阿古达在战场上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对手 可是如今看来 对方违达目的竟然不择手段 老赵 你带着人退后三里 我一个人过去 马仕杰说道 他口中的老赵其实就是镇上铁匠铺的赵铁匠 自从他被罢官后 军中大权一直在老赵手中 不过老赵自知不是完颜阿古达的对手 他私下和马仕杰一直是有联系的 老大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老赵有些担忧道 马仕杰摇了摇头 现在湘英在他们手上 这些年他跟着我受了太多委屈 我不能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老赵点了点头 随即带着士兵向后退了三里 远远地看着这边的动静 马仕杰轻吐了一口气 拿着单刀就只身向自家走去 他脚步一动 从暗处就有几个黑衣人杀了过来 不过还没进身 就被马仕杰一刀给解决了 马仕杰一路闯到门外 此刻离物淋浴沿泽不到十米的距离 他看着妻子一脸痛苦地被人压着不能动弹 十分内疚道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刚刚那一幕都被贵湘英看在眼里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丈夫会如此英勇 他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这些人都是来杀他丈夫的 原来他的丈夫正如道士所说 那般是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大英雄 想到这里 贵湘英心中愧疚不已 他一直都在嘲笑自己的丈夫懦弱无能 恨对方不能为自己出气 哪知丈夫心里承受了多少委屈呢 也许在马仕杰心里 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安危 他的敌人是在战场上 他这样的人 又如何与世锦无赖逞兄斗狠呢 贵湘英嘴巴被布条塞住不能说话 但是他拼命地摇着头 心里疯狂地呐喊着 相公 快走 别管我 马仕杰仿佛听见了妻子心里的呐喊 他摇头笑道 不 今天我不走了 他们不该欺负你的 马仕杰目光扫过将自己围起来的黑衣人 他眼中闪过一道锋芒 那种只有在战场上厮杀过才有的军人锋芒 以前村里那些泼皮无赖 只是在嘴皮子上占占便宜 这些他可以不去计较 可是今天不一样 这是国仇 本该在战场上解决的 可是对方却欺负到他家人的身上 他自然是不会再隐忍下去的 放了他 我饶 你们不死 回去告诉完颜阿古达 就说 这笔账我会讨回来的 马仕杰冷声说道 哈哈哈哈 早就听闻马将军武功卓绝 今日我倒要领教一番 物林玉严泽大声笑着 从腰间拔出刀指着对面的马仕杰 物林玉严泽 金朝第一勇士 马仕杰瞧着对方问道 原来马将军也知道笔人 没错 我就是金朝第一勇士物林玉严泽 人人都说马将军骁勇绝世 我不服 物林玉严泽 十分狂傲地说道 不服 你可以来试试 马仕杰倾笑一声 似乎根本没将对方放在眼里 物林玉严泽看到对方眼里的轻视 顿时怒不可遏 举着大刀就砍了过来 马仕杰侧身躲过 同样挥动手中长刀与对方站在一起 两个人打了不到二十回合 高下立分 物林玉严泽眼里尽是惊恐之色 他不敢相信地说道 不可能 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可是金朝第一勇士 马仕杰激笑道 可笑至极 如果不是物林玉家族在金朝的地位 你以为金朝第一勇士会是你 物林玉严泽听了这句话 不愿相信地摇着头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没有靠我爹 第一勇士是我自己凭本事拿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目光扫过自己的一众手下 见他们都低着头 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被自己给骗了 物林玉严泽的功夫确实不入流 可是他偏偏从小喜欢习武 只不过他没有多少耐心 只想着练爵士武功 在别人眼里 他不过哗众取宠而已 只是他出生好 父亲物林玉郎旗 是金朝的伯吉列相当于宰相 没人敢不给他的面子 因此才会在比武中胜出 物林玉严泽这下终于明白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 于是喊道 给我杀了那婆娘 刷 刷 刷 命令一下 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他看猛圈了 压着贵相应的几个大汉 被自己的人一刀 就结果了性命 物林玉严泽 看着刚刚那个被自己扇耳光的手下 他怒声志问道 你 你是个叛徒 对方收起刀 冷声说道 我不是叛徒 我只是不屑于你们这些酒囊饭带为伍 原来这名男子叫温迪罕托雷 他从小席舞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本以为可以凭此理愉悦龙门 为国进中大展报复 可是他在最后一场比试中遇到了物林玉严则 有人威胁他在这场比试中必须输掉 否则全家都要遭殃 虽然那场比试他被迫输掉 但是他并不甘心 因此一直在寻找机会 他心里明白 如果物林玉严泽不死的话 他永远没有机会 可是在金朝的时候 他不能动手 这一次物林玉严泽 不知天高地后来大宋刺杀马是劫 让他看到了机会 于是他暗中与和隔壁老王联系 把消息传递给马士杰 只不过他想借助宋人对副物林玉严泽 心里有自己的算盘 所传来的消息有真有假 马士杰也不敢全部相信 今天马士杰便接到情报 说完颜阿古达要进攻大宋 于是他一大早就赶去铁匠铺和老赵商量对敌之策 这一次谋划花了很长时间 正商量时 又接到老王的传音 信上说金人带杀手将他家里围困 马士杰接到消息后 心里担心妻子的安全 便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温迪喊托雷本想在马士杰赶来之前 让物林玉严泽杀了马士杰的妻子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将马士杰的所有仇恨转移到物林玉严泽的身上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物林玉严泽太过自大愚蠢 竟然连藏在床底下的桂香英都没有发现 他想提醒一下 结果却挨了两个耳光 等马士杰的人赶到时候 温迪喊托雷知道桂香英杀不了了 于是便送了一个顺水人情 这样自己也好安全脱身 我杀了你这个叛徒 物林玉严泽举起大刀向对方砍去 扑吃 温迪喊托雷 手起刀落 一招便解决了对方 他转头 向马士杰看过去说道 马将军刚刚是故意留守 马士杰看着对方冷笑道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温迪喊托雷深深地看了一眼对方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 他解开桂香英说道 你回去吧 我不会伤害你的 桂香英被放开后 赶紧跑到马士杰的身边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这一刻 在桂香英的心里 他的丈夫再也不是一个懦弱无能的草包了 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希望下一次 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温迪喊托雷抱拳说了一声 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老大 我们追吗 这时候 老赵带着人赶过来问道 不必了 马士杰向北方看了一眼 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一个月后 大宋和金朝在战场上打得十分惨烈 正在宋军要溃败时 突然从山上涌出一批凶猛野兽 他们对金人穷追不舍 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这一战过后 百姓终于过上太平的日子 而马士杰攻城之后 主动向皇帝请辞 又回到村里 不过这一次回来 乡亲们家道欢迎 再也没有人敢瞧不起他 更没有人来欺负他的妻子 写在最后 一朝红日出 依旧雨天起 的意思是 等到天气放晴 红日出来的时候 大雪就会融化 那些竹子依旧会丢掉负担 昂首挺胸的活着 在这个故事里 马士杰与人相处 总是一副不争的态度 妻子被欺负了 他也不出头报复 因此他的这些 表现在妻子看来是懦弱无能 即便被万般指责 他也不去解释 依然坚守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 他被皇帝过河拆桥 却始终心系国家 时刻为守卫国家而准备着 当妻子的生命遭受威胁时 他又不顾自己安危 勇敢无谓地站了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遇到事情不喜欢强出头 总是选择默默承受 其实这并非是因为他们懦弱 而是他们相信的那句话 成败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因偶然因素成功 而并不完全凭真能力的人 也算不得英雄 真正的英雄应当有他的追求和目标 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 战胜困难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的隐忍不是因为懦弱胆小 而是我们骨子里传承了几千年的客戟手里的教养 时刻紧守着自己的底线 但不代表我们失去了自己锋芒的爪牙 明朝时期 凤台县往西边走二十里就是顾乔镇 在顾乔镇同颖村有一个叫同伯的书生 他屡次科举不忠 最后被生活所迫 只好气闻从商 跟着同乡一起做起生意 有句话说得好 东方不亮西方亮 黑了南方有北方 同伯虽然仕途不顺 但是在生意场上却是如鱼得水 做了几次生意 便赚得盆满钵满 成为整个同颖村最富有的人家 在同伯春风得意时 有人说村里最漂亮的女子就是夏兰 谁娶了她便是最有福气的人 同伯听到这话 背上了丰厚的聘礼前往夏家提亲 夏老汉看到那些聘礼 眼睛顿时都绿了 还没等同伯开口 就欢喜地答应了 可是夏兰不知道从哪听说 同伯是一个黑心商人 做了很多欺压相邻的丑事 硬是不答应这门亲事 同伯得知消息后 马上让人去查 最后才知道这件事都是村里的 贺大庆在背后造谣重伤 同伯哪里能受这个气 便将贺大庆的所作所为都公之于众 这才消除夏兰的误会 最终如愿以偿地将对方取过门 两人成亲后 第二年就生了一个男孩 取名同妃 第三年又生了一个男孩 取名同心 这个时候 真是验证了当初那个人的话 同伯取了夏兰之后 真的成了整个小镇最有福气的人 同伯为此非常高兴 摆了几十桌宴请相邻 更是特意将当初劝他取夏兰的朋友请过来吃喜 只是那位朋友来了以后 见到排场如此之大 却是皱着眉头说道 木秀于林 风必催之 堆出于暗 流必湍之 行高于人 重必飞之 同伯是秀才 自然能听懂对方话里的意思 于是不服气道 声言凶 你言重了 哎 这顿饭不吃也罢 那人摇了摇头 没吃完 就转身离开了 众人都觉得此人扫兴 说话有些威严耸听 同家现在家大业大 两个儿子又生得聪明伶俐 何来变故呢 只是好景不长 同家有些数大招风 很快就出现了意外 有人在同家的货仓里发现了丝严 这件事被官府知道 直接将同家刚屯的所有货都查封了 虽然最后查出此事与同伯无关 只是同府的管家一人所为 但是经此一劫 同家的才势已经大不如前 有句话叫做 乌漏偏逢连夜雨 同家遭遇此难后 当年被同伯欺负的贺大庆 竟然在背后又开始窜出镇上 其他商家 四处打压同家的生意 这一天 同伯在家中喝着闷酒 府里的下人来报信说 老爷 外面来了一个人 他说是您的朋友 同伯听了苦笑一声 锦上添花到处有 雪中送炭世间无 我同伯落到今天这般地步 哪里还有什么朋友 话音刚落 一个男子便走了过来 他看着意志消沉的同伯 立声训赤道 良言难劝该死鬼 慈悲不夺 自觉人 人不自救天难诱 同兄有今日 都在我意料之中 同伯抬起头看着对方 冷笑道 生言兄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非也 男子坐下说道 我是来陪你喝酒的 两人说完 沾满酒开始痛快地喝了起来 席间 同伯得知 对方为了一个已故的女子 至今未娶 他连忙说道 生言兄一身才华 若是不能传下去 岂不可惜 同兄 你有什么话 不妨直言 男子笑道 我大儿童非从小机灵 很有经商头脑 我就把他留在身边抚养 可小儿童心 却只对师叔感兴趣 我想让他任生言兄为义父 以后他来给你养老送终 如何 同伯说完 把小儿童心喊了过来 说来也怪 那男子和童心 见了一面以后 两人甚是投缘 聊了几句后 心中更是喜欢 于是便点头答应了 童伯和妻子夏兰 虽然不舍得和小儿子分开 但是童家经此一劫 未来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故 这样做也算是给童家留一条后路 自从两个儿子添个一方后 童伯便专心培养大儿子童妃 等到对方成年后 更是将家里的生意都交给对方打理 童妃也算没有辜负父亲的信任 不仅将家里的生意起死回生 而且更胜以前的辉煌 童伯看到这样一幕 也很欣慰 临终前他把儿子和儿媳叫到跟前 语重心长地嘱咐道 孩子们 今天我有件事告诉你们 你们听了千万别吃惊 童妃听到这句话 急忙说道 父亲 您还有什么事情是瞒着我们的 童伯拉着儿子的手说道 孩子 其实你还有个弟弟 他叫童心 将来一定要让他认祖归宗 记住为父的一句话 兄弟其心 其力断金 什么大风大难都能挺过去的 童妃听到这句话 跪在床前保证道 爹 您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弟弟 将来这童家的生意 分一半给他经营 童伯听到这句话很是欣慰 如今童家辉煌腾达 儿子又懂事孝顺 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能在临终前见上 小儿子童心一面 等父亲去世后 童妃给父亲的后事安排得妥妥贴贴 紧接着他派人去京城里家寻找弟弟童心 根据父亲临终所言 童妃得知当年弟弟童心被一个叫做李生炎的男子带走了 这些年一直没有任何联系 就在童妃大张旗鼓寻找弟弟童心时 他的妻子沈瑶却不高兴了 在沈瑶看来 童家偌大的家业都是童妃打拼下来的 如果童心真的回来了 童家的一半家产就要分出去 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呢 这一天沈瑶走在街上的时候撞上一个男子 他刚想道歉 对方却是惊呼道 沈姐姐真的是你 沈瑶看着对方疑惑地问道 你是 沈姐姐忘了吗 我是贺秋 我爹是贺大庆 贺秋笑着说道 贺秋 贺大庆 你是小秋子 沈瑶仔细想了一会儿 终于记起来了 当年贺大庆曾在沈家干活 小时候他们两个在一起玩耍过 沈姐姐终于想起 我来了 我记得当年咱们还一起在厨房偷吃呢 后来你被抓住 我还替你挨了老爷的一顿板子 贺秋说道 是啊 当年还要谢谢你呢 什么事都替我扛着 沈瑶说道 我见沈姐姐刚刚心事重重的样子 是遇到什么事情吗 贺秋关心地问着 没事 刚刚实在对不起 沈瑶刚道歉 对方却是一把拉住他 我还是当年的小秋子 可以替沈姐姐遮风挡雨的 其实当年父亲离开沈家后 我一直没忘记沈姐姐 后来知道沈姐姐嫁人了 我伤心难过了好久 贺秋说完这些话 眼睛里很快湿润了 沈瑶本想抽出小手 可被说得有些动容 于是忍不住安慰到 小秋子 沈姐姐这些年 也一直在找你 两个人说着 便找了一家小茶馆开始叙旧 聊了半天后才知道 彼此这些年的遭遇 原来当年 贺大庆离开沈家后 去岛堂 中草药生意 很快就发了家 这一次 他们父子回到顾桥镇 就是为了报复童家 不过童家 与贺家之间的仇怨 贺秋自然是不会提的 贺秋得知沈瑶的情况后 便说道 沈姐姐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小秋子 你我之间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沈瑶说道 姐姐嫁到童家 吃了很多苦头 如今童家 有今天这般 还不是依仗着沈家 和姐姐的功劳 倘若童心真的被找到 姐夫要将一半家产分给对方 这是问过姐姐的意见吗 贺秋说着 看了看对方的表情变化 我不过是童家媳妇 又怎能过问这件事呢 沈瑶嘴上这般说着 心里却是觉得 对方说的有道理 姐姐这样想 可就不对 倘若那童心贪心不足呢 以后 你在童家的日子 还怎么过下去 贺秋继续说道 沈瑶越听越有道理 童家正是因为和沈家联姻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她这些年 也为童家担心结虑 可如今就因为自己 没有为童家生个孩子 丈夫就千方百计的 要找回弟弟童心 如果童心这些年 在外生了儿子 那整个童家 哪里还有她待的地方 想到这里 她一脸愁容 越说越伤心 便忍不住哭了出来 贺秋健壮 一把握住 沈瑶的手 安慰得道 沈姐姐 你这一哭 我心都碎了 这件事 我来给你想办法 绝对不会让童心 进家门 跟你抢夺家产的 小秋子 你有什么好办法 沈瑶好奇地问道 这些年 我与家父 倒腾草药生意 知道有一种草药 只要让人喝下去 就会忘记 过去发生的事情 贺秋说道 沈瑶听完瞪大眼睛 吃惊地说道 你 你让我下药 她喝下去 会不会失忆 到时候连我都忘记了 沈姐姐 都什么时候了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再说这种草药 只是让童妃大哥 忘记他父亲生前 主妇的那些话 不会连你们 都不认识 贺秋说完 从怀里掏出一包草药 递了过去 小秋子 这样真的行吗 沈瑶一脸担忧地说道 沈姐姐 有我在呢 贺秋说道 沈瑶听完之后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童妃见妻子回家 拉着对方高兴地喊道 娘子 你终于回来了 快跟我走 沈瑶抽开手 问道 你要带我去哪 刚刚外面传来消息 说弟弟找到了 我们一起去接他回家 童妃高兴地说道 相公 我就不去了 沈瑶脸色有些不悦地说道 童妃看出妻子情绪有些异常 她走过去安慰道 娘子 你怎么了 弟弟认祖规宗 是一件大喜事 你不高兴吗 我高兴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相公辛苦了 今天我亲自下厨 做顿饭庆贺 沈瑶勉强一笑道 好 娘子如此通情达理 实属为夫的福气 三日后 弟弟回家 我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童妃高兴地说道 沈瑶做饭时 想起今天遇到贺秋 对方跟他说过的那些话 忍不住从怀中掏出一包药 然后放进了丈夫最爱吃的一道菜里 过了一会儿 菜被端到桌上 沈瑶倒了一杯酒说道 相公 我陪你喝一杯吧 童妃接过酒杯 一口干了 然后看着妻子嘱咐道 娘子 等弟弟回来 你给他物色物色 看哪家有好姑娘 到时候给他娶个媳妇 相公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你吃菜 都是你爱吃的 沈瑶在一旁劝道 童妃看着满桌的菜 又看了看妻子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她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大的荣幸 就是娶了这样一个贤内助 童家没有柳家的帮助 又怎么会轻易地东山再起 第三天一早 管家准备好了马车 就等童妃一声令下 去京城接童心回家 结果下人在门外喊了几声 没人硬话 众人在门外等着 突然听见有人高喊 不好了 出大事了 老爷他 他 大呼小叫什么 老爷他怎么了 沈瑶呵斥了一句 老爷他 他死了 下人惊慌失色地说道 这话一说出去 整个童府上下都慌了 童老爷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怎么突然就死了 远在京城的童心 接到飞鸽传书后 立即让府里的下人准备车马 刚踏上车 却听见身后有人喊道 新儿 你此番回乡 必遭凶险 义父 我大哥死得蹊跷 这件事肯定和我有关 此番前去 我务必要查清楚 童心说道 义父也没什么其他要说的 别像你父亲当年一样 遇事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李生言叮嘱道 义父放心 孩儿知道该怎么做 童心说完上了马车 直奔凤台县去了 到了顾桥镇童影村 童心向路边几个老乡 打听了童家的位置 他当初离家时不过几岁 现在已经忘了村子的模样 更记不得童家在哪个方向 一二十年没回家 如今父亲不在人世 哥哥也撒手人寰 他此趟回乡 只为上坟 对童家留下来的财产并无兴趣 快要走到家门口时 他转身对身后的隋从吩咐道 你们去镇上先找个地方住下 等我办完事就回京 是 大人 隋从应了一声 便转身回去了 童心看着童家大门 内心一阵唏嘘 曾有诗曰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并茅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童心走过去敲门 大门打开后 一个男子探出脑袋问道 你找谁 我是童心 这次回乡是为上坟的 童心看着对方说道 你在这等着 我这就回去通报一声 男子说完 直接将童心关在了门外 童心看着紧闭的大门发愣 对方既然知道他是童家人 为何不管不问呢 过了一会儿 大门再次被打开 一个妇人走了出来 你是嫂子吗 童心开口问道 沈瑶看着眼前陌生的男子 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二叔 是你回来了吗 嫂子 童心看到亲人 挖得一声哭出来 二叔 你回来晚了 你哥哥找到你以后乐极生悲 现在撇下我不管了 沈瑶越说越伤心 说完便大声哭了起来 嫂子 父亲和哥哥葬在哪儿 引我去看看吧 童心问道 沈瑶看了一眼旁边的男子 对方马上说道 二爷 我带您去吧 童心看着男子随口问道 阁下怎么称呼 回二爷的话 我叫贺秋 您还是叫我小秋子吧 男子回道 贺秋 童心嘀咕了一声 便没再说什么 跟着对方来到童家坟地 大爷走的时候 天天念叨着二爷 什么时候回来 如今二爷回来了 没想到阴阳两格 二爷也别太伤心了 童家还得您撑着呢 贺秋说道 家里还有嫂子 这家业自然是交到他手里 京城里还有很多事情 我这趟回家只为上坟 无心接管童家 童心说道 二爷一番苦心 小得明白 可大爷的心愿 是希望二爷留下来 这童家 没男人可不行 贺秋一边说着话 一边观察着对方的脸色变化 你先回去吧 我想和他们说说话 童心吩咐了一句 待贺秋离开以后 童心在坟地待到了天黑 才准备离开 他回到童府 府里的下人都认识了他 便给他带到了房间里休息 到了半夜时 童心想起白天的一些事情 觉得很多地方有些蹊跷 大哥童妃刚刚离世 寡嫂明知道他要回乡 为何将丈夫匆匆下葬 关于童家和贺家的一些恩怨 童心以前听义父说起过 今天那贺秋看到他时 眼神始终有些谨慎提防 如果贺秋和当年的贺大庆有关系 那对方潜伏在童家的意图 又是什么呢 童心想得正入神 突然听见门外有脚步声 于是他悄悄下床 打开门看了一眼 奇怪 这么晚了 他怎么出现在这里 童心有些纳闷 因为他看到刚刚一闪而过的黑影 正是贺秋 对方既是童府的管家 大半夜跑主人住的后厢房 又是为什么 他悄悄地跟在后面 发现贺秋敲了几声门 紧接着沈瑶打开门 四下看了一眼 他便麻溜地钻进房间 好呀 大哥刚走 他们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童心防止打草惊蛇 便来到窗户边偷偷听着 二叔刚回来 你怎么来了 万一被发现可就完了 沈瑶小心翼翼地说道 沈姐姐 我想你了 来的时候 我见他房间里熄火 现在应该是睡了 别人不知道 贺秋走过去一把揉住对方 别这样 万一被二叔发现 知道相公是我们毒死的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沈瑶正了几下 脸色担忧道 哼 这童家本就是靠的沈家 那童妃嫌弃你没生儿子 如今想把弟弟找回来 继承家业 全然不顾你的处境和死活 倘若这家业真的交到对方 日后你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贺秋说道 此次二叔回来 我们要怎么办 沈瑶轻声问道 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贺秋表情阴狠 剩下的话说到一半 却听见门口有轻微的响动 谁在外面 沈瑶喊了一句 童心知道自己暴露了 赶紧离开房间 可走得匆忙 动静太大 还是被房间里两人听见了 小秋子 现在怎么办 沈瑶惊慌地问道 我出去看看 若真的是他 就别怪我不客气 贺秋说道 童心知道 在留下来恐有性命之忧 可眼下这种情况 凭他一个人走出同府 也难如登天 看来得想想办法 二爷不见了 大家一起找找 大门关上 任何人不能放出去 沈瑶走出来 吩咐了一句 随即让贺秋带着人在府中 砂锅寻找 此刻 幸好是夜里 童心躲避着一群人的搜寻 一路来到童家后院 他见不远处 有一间鸡棚 便直接躲在了里面 过了一会 一群人提着灯笼 来到后院 有人说话道 贺管家 这里是猪圈和鸡棚 里面都是臭的 不会有人藏在这里 贺秋看着说话的老头 吏声贺问道 我刚刚看见有人跑到这里就不见了 是不是被你藏在里面 贺管家若不信小的所言 进去一搜便是 只是前些日子积温 你们进去最好捂着鼻子 若是被感染了 小的罪过就大了 老头让开一条路说道 贺秋皱了皱眉头 旁边一人凑到耳边说了几句 他冷哼一声道 我们走 带贺秋一行人走远 老头走到鸡棚外边喊道 二爷 人都走远了 快出来吧 过了一会儿 童心从鸡棚里走出来 他来到老头面前说道 老人家 刚刚多谢你 老头叹了一口气 就要跪下道 二爷 您千万别说这种话 我这条命是老爷就回来的 童心从对方口中得知 老头叫何忠 当年从山西逃难到此 差点饿死街头时 被童伯所救 童伯见何忠为人老时 说话办事非常干练 便将对方留在童府做了管家 后来童妃继承家业 对何忠一如既往 何忠也没有辜负信任 一直以来将童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前些日子 童妃意外离世 贺秋来到府上直接顶替了管家的位置 将何忠赶到童家后院来喂养牲畜 何叔 让你受苦了 你知道我大哥是怎么死的吗 童心急忙问道 二爷 大爷他是被害的 大爷入土前 我特意找了李郎中来验尸 老爷生前中了毒 何忠说道 原来如此 这对肩夫淫妇看来早有预谋 童心一脸痛恨地说道 两人正说着话 却又听见有人向这边赶来 何忠急忙说道 二爷 您得走了 哎 现在到处都有人 能往哪走 童心叹了一口气 颇为无奈地说道 二爷 你跟我来 何忠说完 拉着对方来到院墙的一角 等拨开草丛 只见那里有一个小洞 童心看着几尺高的洞口 瞪大眼睛说道 这是狗洞 二爷 眼下顾不得许多了 保命要紧 快出去吧 何忠在一旁催促道 童心一咬牙 蹲下身子从洞口钻了出去 何忠赶紧用枯草将洞口遮住 这时 贺秋带着一帮人赶过来 他怒瞪着对面的何忠质问道 你把人藏哪了 贺管家 什么人 我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何忠挺着胸膛说道 哼 还想狡辩 刚刚有人听见你与人说话 到底和谁说话 贺秋问道 没有其他人 我自己和自己说话 何忠说道 贺管家 这里有个狗洞 二爷是不是从这里钻出去了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快说 他去哪了 你和他说了什么 贺秋心中一惊 他知道童心很有可能已经逃走了 若真是如此 恐怕他们的阴谋就要暴露了 哈哈哈哈 何忠突然放声大笑 他怒视着对方笑道 贺秋 你父亲是不是贺大庆 老爷一定是你们害死的 二爷一定会回来的 啪 贺秋一巴掌 打在对方脸上 怒斥道 我让你胡说八道 给我抓起来 贺秋一声令下 几个家丁 马上将河中五花大绑起来 随即绑到柴房 严刑拷打 不过面对那些酷刑 河中始终嘴巴紧闭 不愿意吐露半个字 与此同时 童心从狗洞钻出来以后 在镇上找到了那些属下 将童府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这时 一个手下从怀里掏出一块金牌说道 少爷 这是出门前 老爷交给我的 他说你此番回来 或许能用得上 童心接过金牌一看 神情大吃一惊 因为这块金牌 竟是太父的贴身令牌 到了此刻 童心才知道自己义父的真实身份 原来对方是朝廷的太父 要知道太父可是位列三公 正义品位 等于皇帝统治四方的高级代言人 直接参与军国大事的拟定和决策 在京城里位高权中 童心知道义父的意思 他拿着令牌来到县衙 让童县令立即彻查同妃 身亡一案 童县令看到令牌后 吓得身子发抖 马不停蹄的组织人员开始办案 就在河中被打得奄奄一息时 童心与童县令带着人及时赶到 河中被救下来后 见二爷此一时 彼一时 他知道这个时候 可以指控那些人了 随即在河中的指控下 贺家父子和沈瑶 都被带到县衙公堂 童县令也派了五座重新验尸 在铁证之下 沈瑶共认了罪行 这时 贺家父子急于摆脱自己 便跪下说道 献老爷 这件事和我没关系 都是这个蛇蝎心肠的妇人所为 沈瑶本无意将贺家父子供出 可以听对方诬陷自己 便一五一时将自己 与对方的私情和所犯罪行 共认了出来 最终三人因谋财害命 被官府判了斩立决 三日后 童馨收到义父的一封书信 信中 催促他要回京了 临行前 他对河中嘱咐道 河叔 童家就交给你了 二爷放心 只要有我老河一口气 这家 我一定给您守好 河中拍着胸脯保证道 童馨笑了笑 其实这里 他还会不会回来 已经说不定了 不过 老河是个忠厚好人 好人有好报 将童家这份家业 交给对方 他心里放心舒坦 自从童馨回京以后 河中便一直守着童家 他将童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便经常捐助钱财 救济那些受苦难的穷人 沧海桑田 世事变迁 唯一不变的是 凤台县故乔镇 童影村那份纯真的善良 被永远地传承了下来